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新增5人死亡 江苏裔人士郭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中国宪法公布实施40周年 习近平重提坚持共产党领导 香港政府出台新规 教师必须经过国安法考试并鼓励校园举报 台湾宣布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登社办事处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的新冠疫情在短短三周内肆虐大部分地区 武汉已核酸阳性居民告诉本台 它所在的小区有九成以上的家庭染疫 本台记者星期二致电10名受访者 8人核酸检测为阳性 鉴于医院爆满 发热病人只能居家等待 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武汉肺炎爆发地的一位居民沈先生 本周二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这一波疫情12月初在当地快速蔓延 医院对患者呈几何数字上升已经无能为力 居住在江岸区的沈先生对记者说 不仅仅是他本人感染新冠病毒 他所认识的人都被感染 沈先生经营一家装修公司 他说疫情三年来接不到订单 他居住的小区几乎全军覆没 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阴性趋值可数 统计出来的数字跟我们知道的有非常大的差距 什么湖北省新增7地啊 我们就知道每天偷走到不知道多少人 新闻全部是假的 我整个这个小区啊有7栋房子 整个小区大概有2000人左右吧 有感染的 疫情后沈先生的装修公司被迫停业 他还说一家三口全被感染 他的妻子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 每天呆病去一家中型超市上班 上班他洋来也是上班的 他们店里十几个员工 发烧非常厉害的就不去了 现在不烧了就嗓子疼咳嗽 全部要上班 上班听到通知咳嗽声 居民照样进去买东西 中国政府12月7日为严苛的防疫政策松绑 解除所有封控 有舆论认为早在政府宣布解除封控前 疫情已经扩散 对此沈先生说 武汉桥口区居民高先生告诉本台 他于10天前感染新冠 在他所认识的人中 大部分核酸检测为阳性 我已经扬过了 90%左右的都扬过 现在还没有恢复好 没畏惧 那几天呢 好多的人都这样 咳嗽 长着眼不太舒服 那您所在的这个社区感染的人多吗 多 基本上全部都 全部中标 前一代时间安核酸核酸 真正老百姓有病呢 他们社区也不见到 政府也不见到 从密集的核酸筛查到党政部门带头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这个180度的大转弯 总是让人觉得中国疫情解封来的突然蹊跷 有舆论分析 以乌鲁木齐大火导致的白纸运动有关 也有人认为 以中国经济 瀕临崩溃有关 还有人认为 以中共二十大领导班子 尘埃落定有关 甚至是 为下一步风控做准备 上述一连串的猜测 让人们对中国前景充满疑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本周一表示 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 中国的新冠疫情 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 希望中国有能力处理现实的疫情 普赖斯说 病毒传播时 随时有机会变种 对其他地方构成威胁 因此他们集中协助全球 应对新冠肺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随着中国各地新冠疫情的广泛传播 许多地方出现药物短缺 深圳市民及药店工作人员 向本台讲述了 目前当地药物短缺的实况 以下是记者孙诚的报道 家住深圳福田区的高女士告诉记者 目前她所在的小区附近 最为短缺的是退烧药和感冒药 她说 由于她是以文字方式 接受记者采访的 因此她的话 由我的同事代为读出 药房缺退烧药 市民们缺少退烧药 包括壁里通 扑热习通 部落分 泰诺都没有 维C泡腾片 999感冒冲剂都没有 中药跟感冒相关的 也没有 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 记者致电了总部 位于深圳的大型连锁药店 海王星辰 地处福田口岸 附近的门店 接线人员表示 她所在的门店 没有退烧药 维C泡腾片 999感冒冲剂等感冒药 也处在无惑状态 至于咽喉发言含片 目前还有金嗓子 干草片已经断货 接线人员还告诉记者 目前店里也没有 新冠病毒抗原测试盒 当记者询问 抗原测试盒 什么时候才能有货时 接线人员说道 此外记者也致电了 深圳南山 福田 罗湖等区的另外八家药店 但都没有人接听电话 高女士告诉记者 尽管她所认识的人当中 目前得了新冠的人还不多 但确诊的人 有不少发了超过39度的高烧 在她所在的小区 业主有一些恐慌 有人在业主微信群里 索要抗原测试盒 这个东西目前买不到 而如果网购的话 则需要10天到半个月 才能到货 她还表示 根据她所了解到的情况 退烧药和感冒药的短缺 是很普遍的现象 她说 现在就是到医院开药 也很费劲 等去晚了 开药也很难开到 医院的药都不充足 除了药物短缺之外 深圳还有市民在网上表示 近日也出现了退烧药 随意涨价的情况 在一段于网上 广泛流传的抖音视频中 一名女子说道 在视频里 这名女子买来的退烧药药盒上 有覆盖了三层的价格标签 贴在越外面的价格数字越高 在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 目前有不少深圳民众 都在讲述药物短缺的情况 有人表示 管的时候像管瘟疫 放的时候像丢垃圾 病了也该给点药吧 你不给我花钱也买不到啊 还有人说 自己拿着社保卡去医院看病 发现了缺药的情况 最后是自己掏钱 在私人诊所买到了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 叫金山报道 星期二 中国官方针对由新冠病毒感染 引发的死亡病例做出解释 只有病毒导致肺炎及呼吸衰竭 才被归类为确诊死亡病例 以此间接说明 中国公布的低死亡人数原因 不过这样的定义方式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 以下是本台记者 陈品杰的报道 12月20日 中国国家卫健委统计 新增5例新冠死亡病例 都是来自北京 不过在中国大幅放宽 疫情管制措施以来 感染人数激增 不仅要凭短缺 甚至出现殡仪馆 活化场爆满的情况 外界就质疑 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过低 在中国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的记者会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就回应说 为了科学客观的反应 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 国家卫健委最近明确 对相关死亡病例 进行科学分类 主要分为两方面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 呼吸衰竭为首要死亡诊断 归类为新冠病毒 感染导致的死亡 因为其他的疾病 基础病 譬如心脑血管疾病 心梗等疾病导致的死亡 不归类于新冠死亡 换言之 中国当局只会将新冠 检测阳性 病死于呼吸衰竭的人 算作是染疫的死亡人数 而因为其他基础疾病 或是心脏病发作 导致死亡的人数 即使他们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不会被归类为确诊死亡病例 借此 中国当局似乎缩小了 新冠确诊死亡的定义范围 而美国的彭博社则是报道 一直到上周 中国卫健委的官员仍然表示 死亡时为新冠阳性的 都会被归因于确诊死亡病例 美国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的 退休教授李敦厚就认为 作为医疗及科学相关的依据 中国应该公布 两种分类的死亡人数 以便中国自己和其他的国家 都能够研究受益 李敦厚说 中国跟新后的新冠死亡定义 似乎与其他国家不太相通 美国疾病管制 与预防中心的官网就显示 若新冠病毒是导致死亡条件的一部分 可以被列为死因 在许多情况下 该病毒是会导致危急生命的疾病 此外 英国卫生和社会关怀部 公布确诊死亡病例时 也会包括任何对新冠病毒检测 呈现阳性 但是可能死于其他疾病的患者 这些归类方法 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意见 大致相同 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强调 全球可能低估了染疫死亡的人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全球卫生政策主任莫里森就认为 中国应该接纳其他国家的抗疫经验 来面对现在的难关 莫里森说 美国应该提供经验 我们也曾犯了灾难性的错误 失去了120万人 美国有很好的医疗技术 更好的疫苗和药品 从抗疫中学到很多知识 我们应该努力与中国 分享抗疫的最佳方法 当然中国会有一些抵抗 但我们应摆脱政治因素 进行科学性的讨论 避免双方分化和不信任 截至本周一 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累计死亡数据 仅有5200多人 但是国际间有许多专家小组 纷纷发布模型预测 中国重新开放之后 可能导致相当高的死亡人数 广西自治区疾控中心主任卓家彤 以及英国的科学信息分析公司 都参考香港染疫模式预测 中国将会有超过200万的确诊患者死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平杰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 在沈阳 南京 杭州 武汉 广州 成都等6个城市 开展服务业务大开放综合试点 为期三年 有学者认为 以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中国经济很难走出困境 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以下是记者谷婷的报道 中国政府网本周二发布消息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开展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 还写道 在沈阳市 南京市 杭州市 武汉市 广州市 成都市开展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试点期为次批复日起三年 原则同意6城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 中国国务院批出该方案时间为12月3日 其后宣布解除疫情封控 对此 四川大学退休教师吴明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高层已经意识到国民经济到了垮塌的边缘 这些开放措施是为了挽救经济 但以目前海内外形势分析 为时已晚 她说 无可奈何了 她想拼经济 她靠啥拼 香港房地产 香港物流 香港旅游 刺激消费 那些招都用烂了 三天前还可以 现在不可能了 民营企业已经退的没有退路了 现在让民营企业又出来杀当主力军了 你想有可能吗 你说骗一次骗两次 一直骗到现在了 他们的内部定地是似乎是罢 我们自己开心 当局出台沈阳等六个省会城市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内容强调 按照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紧紧围绕本地区发展定位 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从事服务性行业的武汉居民杨先生说 政府要求扩大开放服务业 但是眼下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哪来的钱消费 最近三年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纷纷撤出中国 美国花旗银行正着手退出在华消费者银行业务 花旗说 将受到退出影响的在华产品 包括存款 保险 投资 贷款和银行卡 它将保留在中国的机构业务 其受影响的中国雇员将有1200人 国务院这次发出的罕见中敦促有关省级人民政府 要加强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精心组织大胆实践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以及为全国服务业的开放创新发展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今年7月 有中国的网络媒体人在网上说 10月下旬 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 就业统计司司长王平平表示 9月份多地疫情散发 多发 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失业率有所上升 9月份年轻人失业率为17.9% 也有舆认认为 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 扩大开放六城市服务业新政策综合试点 首先是为了政府试点服务 而非为解决民生问题 这类试点带着浓厚的政府主导意味 很难推动经济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国江苏知名维权人士郭全 星期二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郭全因发表网络言论 关注武汉疫情 于2020年1月被抓 至今已经遭当局积压近三年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12月20日 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全 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四年 宣判后 本台记者在当晚多次致电 该案代理律师常博扬 但电话5人接听 本台此前报道 郭全此次获罪 是由于2020年 关注湖北武汉爆发疫情 以郭全与陆为名 通过网络发表评论 国情及疫情等 约500多篇文章 文章中 郭全批评当局控制疫情不利 并表达对中国现行政治体系的不满 2020年9月 常博扬律师在郭全案一审后 接受本台采访时曾表示 郭全的文章批评执政当局的错误做法 被检方认为是意图割裂党和人民的关系 否定中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 不过 常博扬律师认为 郭全的文章其实应该属于 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范畴 常博扬当时向本台表示 维权网披露 2007年郭全曾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进行宪政改革 并宣布组建中国新民党 因为主张在中国实行多党制而遭当局打压 同年 他被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以违反宪法和教师法为由撤销了副教授职务 2008年11月 郭全因在网上发表300多篇名为民主先生的文章 倡导民主和不合作运动 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 但在2020年 郭全再次因新冠疫情相关文章被警方刑事拘留 截至本周二宣判前 郭全已被羁押近3年 合并被羁押的时间 郭全将于2024年1月30日出狱 对于郭全再遭判刑 美国民间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 郭全对中国的民主化当时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他自己履行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 然后在高压面前也不屈服 那毫无疑问 我想是对中国的民主运动 那是贡献了他的力量 而且他的案件呢 也引起了这个外界的关注 我想他现在对判刑 这个外界更需要对他更多的关注 另外就表示声援 胡平认为 中国法院选在此时宣判郭全 是有一下组白纸运动的反对力量 对于社会抗争杀一紧百 所谓这个杀一紧百 除了对一些新的就像这次白纸行动 有很多人就失联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估计其中一些人肯定会被当局逮捕 而且很有可能会判刑 因为他现在把这些过去的案子 又拿出来这个重判 那当然也就是因为他不好 把现在白纸行动的这些人 拿出来公开的判决 因为他知道那样子 就是会引起普遍的反感 但是他就要达到这种威胁 恐吓民众的作用 所以他就拿着一些老的案子 给你打张旗鼓的来宣判 试图起到这种震慑的作用 胡平还表示 习近平上台以来 在这个压制这个意义声音上 走得非常远 比他的前任都做得更加过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实施40周年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发表署名文章 在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外 重申所谓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超越宪法 一切违法行为都必须追究 那么习近平本人通过修宪连任的举动 是否在绑架中国的宪法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12月19日 习近平在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 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 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行40周年 他在文中指出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习近平写道 中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这是中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 也是中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暴政 习近平还宣称 执政十年来 推动中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 取得历史新成就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分析说 废数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共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的唯一进步 而习近平的成功连任无疑是中国法制的巨大倒退 哪怕他的过程形式上是遵循宪法的 因为他这个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制 也算形式上通过了这个人大的这个通过 那他并不是违法的 形式上是合法的 但是实质上 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倒退 现行实施的八二宪法 经过了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五次修正 其中最受争议的是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在当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几天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才为外界所知 但最终获得了全国人大通过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告诉本台 习近平表面强调一线治国 但实际上是在绑架宪法 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和他本人的独裁极权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规定国家主席等领导人连续任职 不得超过两届 正式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但在今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打破了这一规定 获得了第三个五年任期 2012年习近平刚上任之际 他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的大会上也讲过 无人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违宪行为必被追究 习近平当时还引用了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这十年来 习近平的上述承诺和中国实际法治状况渐行渐远 吴少平认为包括打压异议人士 实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 在习近平执政的十年来 中国法治出现明显的倒退 中共极权模式决定了习近平个人的意志 凌驾于法律和立法机构之上 张伯树则指出 民主法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习近平一己之力不足以抵挡 习近平在自己的文章里边 他也还是要承认 我们要搞这个民主要搞法治 尽管他前面要加一个 这是中国式的民主 中国式的法治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如何如何 他会强调这些个 他的意志形态的语言 因为毕竟今天中国的老百姓 不是50年前毛泽东那个年代了 大家已经开始具备 这个基本的法律意识 人权意识 是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的意识 而且我也相信 我们的很多基层的法院也好 检察院也好 他也在贯彻这些东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卫 华盛顿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之际 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网站上 发布贴文 表示已经准备好分享胜利 感谢多国 对乌克兰所付出的贡献和支援 然而 贴文附带的影片中出现的旗帜 不见中国的五星旗 反而包括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以及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示威中 经常出现的黑色香港旗旗 有评认为一场战争 让乌克兰与北京和台湾的关系 此消彼长 请听白单记者高峰的报道 谢谢 这很棒的 美丽 潮人员协助乌方抵抗俄罗斯入侵 并展示各地的旗帜 包括美国英国等国的国旗 影片当中没有看到中国的五星旗 却出现与乌克兰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 也就是中华民国所采用的青天白日旗 以及黑色地 曾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示威期间 出现的黑洋子经旗帜 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相信 乌克兰当局意图透过影片 反映对中国的强烈不满 至今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样的一个决定 中国大陆的官方从未谴责普丁的作为 连着联合国大会要讨论 谴责俄罗斯的这样决议案 中国大陆都不愿意支持 很显然乌克兰政府 对于他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彻底绝望 彻底失望 他们曾经跟中国大陆签署了 所谓战略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从这个现实面来看 他们认为你根本没有好好照顾 我这个好伙伴 李忠修表示 香港并不是独立政治实体 乌克兰国防部 却把黑色香港区旗 与其他国家的旗帜并列 估计有可能是故意 香港根本不可能有人市民会呼声跑到乌克兰去支援乌克兰抵抗这个俄罗斯的作战 因为毕竟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从未受过军事训练 乌克兰把香港的洋子旌旗异弄成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会不会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他其实对香港的处境的未来前景也感到悲哀 因为在习近平的压制之下 一国两制早就失去生命了 会不会是表达对香港前景的一个悲观的一个看法了 李仲修以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从乌克兰瓦梁格号改装为例 认为以往中乌关系和军方互动紧密 反观乌克兰与台湾的关系却很冷淡 但是俄乌战士扭转了这种局面 极少数几位曾经在中欧民国国军里面 服过亿的退伍的弟兄也到乌克兰去支援 甚至于有一位原住民的弟兄因此而阵亡 当然乌克兰就把中欧民国国际放在上面 台湾跟乌克兰的关系的一个转变 就是因为第一个俄乌战争 第二个是中共的不作为 所以这些都让乌克兰人对台湾的观感改变了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王信力表示 中俄两军上月底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两国军机首次降落对方机场 两国海军本星期也将展开一连七天的海上联合军演 这显示两国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 也是乌克兰不愿意看到的 虽然说乌克兰本身它跟中国大陆那边过去在关系上面是维持得不错的 可是却见不到中国大陆真正在俄乌冲突之中制止乌克兰 或许是不太愿意的对这个现象目前在全球的地缘政治角力上面 唯一站在中国这边的俄罗斯 我想乌克兰心中的不满是放在心里面的 但是那或许透过这种影片表达心声提醒中国大陆 你如果忽视我们我们就会选择站在你的对立面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12月20日表示 世上只有一个中国 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方敦促乌方伙善处理有关问题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分裂势力和板中乱港势力章目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则表示 有关问题涉及外交事务 已经和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沟通 由外交部按外交途径处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港府出台新政策 明年开始新上任的老师要首先取得国安法考试及格 同时新的教师专业操受指引 提出八点规范老师行为 包括要求老师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鼓励老师举报校内潜在的违法违规情况 有评论认为 国安法知识与老师的专业不相关 国安法考试及格的要求是变相政治审查 而所谓的专业操守指引 将摧毁校园内师生的互信 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在香港国安法下 除了公务员需要参加国安法考试之外 港府也要求学校聘用新的老师时 只能聘用在国安法考试及格的人士 根据香港教育局的文件 从明年9月开始 幼稚园到中学的新老师 都需要参加由政府安排的基本法 及香港国安法考试 及格才能够聘用 在香港有10年教学经验的老师 Echo对本台表示 以往要求老师应付考试 都与教学的内容有关 能帮助提升专业水平 但他看不到国安法考试 与他们的专业有何关系 加重老师工作压力的同时 也是对老师的政治审查 我觉得不合理 例如说一个老师 可能他教数学或者是体育 对国安法的讲握 跟他教的内容 就是有相关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很玩意 就是你教学 好像其他能力 本来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可是现在你要我先了解国安法 可能我不能达到某一个标准 觉得我是不合适的人选 如果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我就很怀疑 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审查一样 他表示 教育局现在只是要求考试及格 但不知道将来会否提高条件 把国安法考试成绩不好的老师 标签为不爱国 可是他现在就是把政治放在学校 与此同时 教育局新公布的 老师专业操守指引 写明老师应该和不应该做的行为 例如要求老师 应该以培育爱国爱港下一代 为教育的首要目标 也要求老师要自觉 维护国家安全 也鼓励老师举报 潜在的违法违规情况 曾担任中学老师的策划家 VA网舍表示 教育局的新政策 更清楚表明 政府只是允许和接纳 爱国爱港人士担任老师 他表示 公布的指引说明 老师可以跟不可以做的事 原本是好事 但教育局的指引内容 有很多地方都写的不清楚 会变成灰色地带 增加老师被投诉的风险 那个守着也不是很清楚的写 什么我可以说 什么我不可以说 以前在香港大老师 如果有通知课 我们就一定会跟同学讨论 最新的新闻白纸革命啊 或者是政府的防疫政策啊 或者是英国之前 统治了香港啊 或者是词汇 都不知道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不知道我说什么会被检举啊 关注香港教育政策的考评局前平和发展部经理杨颖玉表示 指引的内容空泛 认为指引只会沦为当权者向不听话的老师开刀的工具 同时他也认为指引当中鼓励举报 会使师生之间失去了互信 老师变成秘密警察将来是未来教育界的普遍的现象 也是一种符合新香港临左勿右的生存制度 早一阵子 全湾中学诬告学生触犯国安法的现象会不断出现 无论教师或者学生都会以自保为先 师生的互信必然会大受影响 他又说香港教育政策向来强调专业自主 但新的指引只是要老师听话 不能按照专业思考工作 会使教育工作失去真正的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报道 加拿大日前刚刚公布了印太战略 台湾政府20号随即宣布将在魁北克省增设蒙特利尔办事处 回顾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下季奥运会时 加拿大还一度拒绝为台湾运动员发放签证 如今加拿大对台湾的看法已经截然不同 有专家表示 加台之间的紧密合作将展现在更多层面 今天记者柳飞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宣布将在加拿大魁北克省 设立驻蒙特利尔办事处 促进台家交流合作 这将是加拿大在沃泰华 多伦多和温哥华之外的第四个外观 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曾厚人表示 台湾人对加拿大的印象多停留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但事实上加拿大是英法双语国家 而魁北克省是法语人口主要集中地 也是加拿大人口第二大的省份 蒙特利尔是魁北克第一大城市 加拿大的第二大城 美日英法等多数国家都在蒙特利尔设有据点 是国际政治的重点城市 这个蒙特罗呢 举办过这个夏季奥运会 它又是国际会议很喜欢去的城市 ITL在9月底10月初结束之后 所谓这个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这个国际的谈判 在那边举行 它是一个国际政治非常活跃的一个城市 从台湾移居蒙特利尔已经三十几年的蔡明良 目前是华侨协会总会蒙特利尔分会的会长 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说 实在是太好了 台侨判了几十年 蔡明良说 自从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之后 台湾就遭到排挤 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壮大 以及中国移民到魁北克越来越多 让台湾社区在魁北克变得弱势 不过随着魁北克省的执政党有了变化 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影响 让台湾的能见度越来越大 例如现在持台湾驾照者 可以直接到加拿大换驾照 就是十年前魁北克首先发起的政策 台湾的驾照到加拿大可以来换 最早第一个省份就是魁北克 魁北克要独立 魁北克要有所不同 然后台湾呢 也有台湾的这个困境 有一些点跟魁北克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青非常肯定这个新宣布 他说台湾要设新的加拿大铸点 是需要沃泰华同意的 而就在加拿大公布的印太战略后20天 台湾就公布蒙特利尔铸点 显然加台两方早就有很多默契与交流 除了政治上的意义外 对实质的加台利益也有很大帮助 沈荣青说魁北克是加拿大的科技产业聚落 很多企业在软体电动车以及人工智慧等领域发展卓越 但是好的研发也需要制造生产的配合 他举例过去中国华为公司在包括魁北克的几个著名大学内部 都有很多研发投资合作 却因为加拿大没有制造能力而只能够让中国得力 现在加拿大封杀华为逐渐与中国保持距离 制造业强大的台湾可以帮助加拿大 你今天如果你要把一些东西商品化来 除非我们在亚洲有一些比较硬体相对上比较强的国家 可以跟我们合作 因为我们的产业链相对上来讲不这么完整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加拿大跟台湾的确有某些方面合作可能 回想46年前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时 当时在中国压力下 台湾被拒绝与中华民国的民意参赛 台湾运动员被加拿大拒发入境签证 引发了国际争议 当年沃泰华公民报还称这是加拿大的耻辱 因为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拒绝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入场的东道国 当年的加拿大总理是老特鲁多 一直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老特鲁多的儿子已经成了现任的加拿大总理 家中两国则发生了许多外交争议 让沃泰华的对华政策也变得不一样了 沈无清说 加拿大的外交部长乔美兰已经坦言 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 并警告企业和中国做生意有风险 2023年可以预见有更多加台之间的紧密发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在台湾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纽约州议会首位亚裔女性参议员 屈一文近日接受本台专访 她表示要为移民家庭代言协助亚裔实现美国梦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顶着一头自然而生的银白色秀法 穿梭在大街小巷发传单短奖 令曲一文很容易成为目光的焦点 40多岁的她代表民主党胜选 纽约布鲁克林第17选区的州议员 近来她忙着四处谢票 不过她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 很多选民反而谢谢她出来参选为他们发声 全纽约州63席州议员曲一文说 我是州参议会245年 有11个亚裔女性州参议员 这其实想一想 我当时学习这个 就是谁会想到纽约这么diverse的一个体系 在议会的议员代表上面 竟然亚裔女性 有史以来竟然到现在2022年都还没有人出来 那你知道为什么是找人家 他们真的跟我说 许一文所在的选区是新化出来的选区 人口约33万 亚裔约占一半 她首次参选就当选 许一文在台湾出生 长大到27岁才到美国留学 在美国生活已经18年 她提到攻读社会学硕士的过程中 发现纽约是多元的社会 以她这天生白头发 在十几二十几年前 她所处的台湾社会氛围会显得个人独特性太强 但是在纽约相对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特色是很自然的 这也是她对社会学对纽约着迷之处 在纽约有很多让人很着迷的 每一个不一样的社区 就像在Brooklyn这边你可以发现 走两条街是唐人街 再过两条街是小意大利 再过两条街其实是很自宗犹太人的社区 再过两条街是Muslim Arabic Community 所以这些东西是一点一点的原因让我决定 我开始出席我的移民的手续 然后成为一个Asian American Tiwan East American 曲一文在台湾的母校 世信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也为这位出色的校友做出报道 她曾经在台湾中天电视新闻部 担任记者编译 节目执行制作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 社会学毕业之后 在世界日报担任记者7年 之后在纽约州众议员白彼得的办公室 担任幕僚长 在布鲁克林社区服务了超过10年 曲一文提到 以自己在媒体工作的经验和语言的能力 在纽约当地担任记者7年的过程 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是成为移民以后才发现是问题 当自己是公民的时候 理所当然拥有权利和资源 但是移民到新的国家 必须重新学习当地的社会系统 教育系统 医疗系统等等 尤其自己是成年才过来的移民 更了解缺乏语言能力的移民家庭 非常辛苦 连如何协助长辈看医师 附件进入老人中心的程序等等 都不一定有能力处理 当我是记者的时候 很多有的时候你想要提供一些协助 给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他们会担心其实你只想要报道什么 拿他们的故事 身为记者 我可以看到社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是提供这些问题 一个答案 一个解决 所以让我有这个念头 我念到下注 政府单位帮助当地的州议员的办事 当他的幕僚长 徐玉文表示 他亲眼看见很多移民 在困难的环境中挣扎 没有发言权 权力被漠视 希望透过他的参选 让这些移民家庭 有更强大的社区网络支持 那当然最需要的是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希望让我的孩子 还有更多像我们这样子 移民家庭的孩子 They can dream big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移民 就低人一等 就是其实身为移民 纽约到处都是移民 纽约每个人都是移民 所以移民 would have as equal 徐玉文表示 参选时逢人会介绍 自己是台湾土生土长 也会提到台湾是亚洲第一个 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 这也是美国社会 以及纽约州推动的价值 他了解台湾和中国相对复杂的关系 也同时为乌兹别克 巴基斯坦中东社群等移民代言 因此他更凸显自己 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存在 其实不管你是中国来的 台湾来的 或者是巴基斯坦来的 那基本上我在这边代表的 其实是美国人 徐玉文提到 移民受限语言隔阂 有不少进入小商家工作 他所属的选区小商家占比高 未来他希望在小商家 以及中产阶级的减税上 做出更多的努力 包括提供移民更多的资源 目前他组建州议员办公室 需要聘请多余能力的工作人员 友好的沟通 才能服务多元的移民社群 不顾富选民所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在白纸运动后 相继传出抗争者 被抓或失联的消息 但仍有示威者愿意站出来 表达自己的观点 12月初 在法国巴黎有一场声援活动 法国巴黎学院学生蒋布 不但组织了这场声援活动 更勇敢地站到了台前 以下是本台记者郭晨吉 对蒋布的专访 为了声援中国内地的白纸革命 在12月初 法国巴黎街头也有一场示威游行 而组织着正是巴黎艺术学院的 中国留学生蒋布 我们如果在海外 我们都不做这么多的事情 那你这件事情能让去国外的人 国内的人去送死吗 谁都知道国内要更严 海外你明显有更多的自由 你有更多自由的时候 你就要 你就有更多的义务 就是你有更多的责任 你要去做更多的事情 不止组织活动 更站上台演讲 当了领头羊 难道蒋布不怕 自己或在中国的家人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吗 会担心 从来没有一条所谓的红线 就像法律一样 如果你做了这个 那就不行 我们只知道 好像如果我们做了 中共不喜欢的事情 那我们就可能会遭到威胁 那中共不喜欢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可能会受到威胁 可能会受到骚扰 又是什么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很模糊的 它就是利用这种 模糊的恐惧心灵统治 最后你不敢做五 你也不敢做四 你可能连三都不敢做 就是说话的时候 你都会自我审查 虽然会担心 但曾经有朋友跟他说 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 只要方向是对的 做得越多就越安全 刘晓波被抓 或者刘晓波被杀掉 那他的那个舆论的成本 中共要付出的舆论的成本 他远远要比那个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一个 随便的一个示威者 他要抓掉他 或让他消失的 那个舆论成本要大得多 就是不是说 要每个人都去做刘晓波 而是说 如果你把你自己做得更公开 更这样的积极的 跟媒体 或者跟什么地方的接触 我觉得这样可能相对来说 反而更安全 来巴黎三年 组织过七场活动 除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 纪念活动 也帮维吾尔族人争权益 常常听到其他抗争者 会收到大使馆的电话 甚至是甘果礼盒 就会寄一些什么开心鬼啊 杏仁啊什么的 就是真的是吃了东西 好像吃了也没有事情 他里面没有堵 但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你家住在哪里 日本的这样组织示威的人 或者其他城市组织示威的人 他们都是会被大使馆打电话 因为我个人的习惯 是我完全不接陌生电话 我只接我存了那个账号的电话 没有接过电话 并不代表中国政府 没有试图接触 反而是身边好友 甚至是父母被骚扰 一些在法国毕业的朋友 他们回到那个中国的时候 会被那个当地的国宝找 他们找国宝找到 他们就问那个认不认识我 然后那个知不知道 我的学校是干什么 会了解一些我的信息 反而没有问他们的信息 有一些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的父母偶尔会被 就是那个询问吧 说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国外干什么 只是近来中国各地 因为疫情影响革命声音 建区示威 但讲部认为那并不是失败 六四或者八九年的民主运动 您觉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如果从结果上来看 好像他是失败了 但他不完全是失败的 他孕育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 然后那个反对的群体 那其实这次白纸运动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经过这次白纸运动 以后整个海外每个大的城市 都别说大城市了 法国可能就有四个城市 形成了自己的组织 这个是从来以前没有的事情 就是不能说这几年没有的事情 这可能是从八九年之后 到现在从来都没有的事情 受到了鼓舞 蒋部和其他抗争者 已经在筹备明年的抗争活动 只希望在白纸革命的 这张白纸上写出 自由民主的成绩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国陈器维也纳采访报道 中国央企在菲律宾的卡利瓦水坝工程 造价高达8亿美元 旨在解决马尼拉首都缺水的问题 但却存在的破坏生态环境 费用是日本方案两倍的巨大争议 在该水坝项目重新开工之际 20万菲律宾人联名表达抗议 以下是本台记者乔欣欣的报道 据菲律宾国家通讯社本周二报道 当地卡利瓦水坝工程的陈建商 中国轮舰公司 于本月初举行了 饮水隧道开工仪式 当天还邀请了附近居民 及马尼拉水务局官员 共约40人在施工地参观 中国轮舰还重点介绍了 其直径4.8米 长372米的绝境机 上到环保优先的 菲律宾绿党主席 2022年参议员候选人 戴维德·安杰罗 就像美台记者表示 修建卡利瓦达坝 会危及马德雷山脉 这是抵御强台风的完美屏障 尽管受到各种环保组织 甚至当地的土著村民反对 他们仍然继续开工建设 该项目是个巨额贷款项目 我非常奇怪 菲律宾政府不采用 环保又省钱的日本方案 事实上发出同样质疑的 还有许多当地人 菲律宾皮尔斯大专栏作家 邦多也在2019年撰文指出 为何向中国贷款 日本大坝方案安全且免费 据日本的GUDC公司 2019年关于解决 马尼拉缺水问题的 中日方案差异就指出 该日本公司提供的方案 为建设大坝高度7米 每天能供水5.5亿升 全部资金由该日期提供 造价为约4.1亿美元 而中国方案的大坝高达73米 每天供水6亿升 造价为8亿美元 另据中国官媒报道 2018年11月 中国能卷集团与菲律宾政府签约建设 卡利巴水坝项目 关键工程包括27.7公里 资金4米的隧道 中国政府提供约23亿人民币的贷款 而据当地Rappler报消息 中国官方贷款年利率为2% 该水坝项目在2021年6月正式开工 在疫情和环保争议下 曾被迫停工 据Inquiry报消息 今年10月份 因受到当地环保组织持续反对 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 曾下令暂停该工程 本月许多当地人又在推动 名为停建卡利巴水坝的多种抗议活动 而在年明抗议Change网站上 该抗议活动在三年内 已经积累了约20万人年数签名 其反对的理由包括 该项目将破坏当地储住居民 5000个主居地 破坏马德雷山300公顷 共126种物种的栖息地 并可能给下游10万名居民 带来大规模洪水灾难 背负中国政府 100多亿笔锁的债务 免许中国公司援引中国法律 来解决项目争端 并导致菲律宾付出领土代价 来偿还中国债务 就当地人对 卡利巴水坝项目的争议 中国能建公司 不能及时回复 本台记者的视频请求 但该公司的 卡利巴水坝项目不经理 罗安于上周对菲律宾GMA电视台表示 政府的土著人委员会正在审查水坝项目是否合法合规 有没有破坏土著人利益 菲律宾国会议员法兰西·卡斯特罗上周公开称 目前国会不应急于设立MIF主权基金 因为现在物价高涨 许多人的生活都快入不敷出 对于环保问题突出的卡利巴水坝项目 该主权基金不应提供资助 以上是自由的电台记者乔行星的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官方公布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低 数字真实性饱受质疑 北大专家星期二解释原因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 最近明确的分类方式 只有病毒导致肺炎 即呼吸衰竭的死亡 才归类为染疫病逝 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表示 新冠病毒已经过多次变异 中国人在国内接种的第一批次疫苗 是根据原始病毒株研发 这很难阻止再次感染 一些西方国家早就呼吁中国 应该引进技术较先进 防护力较强的mRNA疫苗 但中国方面回应强调 自身有体质优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12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谈到当前在中国的疫情爆发时说 希望看到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他并表示 考虑到中国的GDP规模和经济规模 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 令世界其他地区感到担忧 在抗击新冠方面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 不仅对中国有利 对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利 普莱斯还说 任何时候 只要病毒在传播 不受控制 就有可能发生变异 并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构成威胁 人们已经看到这种病毒 产生许多不同排序的过程 这当然也是美国如此关注于 帮助世界各国应对新冠病毒的 另一个原因 普莱斯还说 美国继续是在向世界各国提供 疫苗方面和帮助各国 克服病毒急性爆发期的 主要力量 希望不久之后 中国也会是这样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20号 驳回中国电信的上诉申请 也就是说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去年底撤销中国电信 在美国的运营授权确定有效 中国电信不得在美国经营业务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声明 同时指出 中国电信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 影响和控制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